今天苹果紧急地发布17.21正式版 离上一个正式版仅仅相隔8天的时间 从更新包描述内容来看 主要是解决了某些情况逆常耗电的问题 iOS 17.2正式版还是存在某些情况耗电 我升级了17.2正式版体验还不错 有些粉丝说续航崩了发热 有可能信号不同体验不同 如果你现在是17.2系统感觉耗电 可以直接升级17.21正式版 这次iOS 17.2.1系统没有增加新功能 也没有新增系统漏洞补定 仅仅是针对iOS 17.2出现异常耗电修复 苹果公司也表示 这次发布17.21主要是回应用户需求和反馈 为了果粉更好的体验 经常有粉丝问我机型更新建议 苹果13以下手机建议停留在iOS 16或者iOS 15系统 13以上系列手机可以无脑充 评论区说说你升级了17.21 续航改善没有